经常熬夜会伤害我们的听力吗? 经常熬夜会对听力造成损伤, 睡眠不足和熬夜会导致身体产生应激反应, 释放压力激素和自由基等有害物质, 这些物质可能会导致听力神经细胞的氧化损伤和炎症反应, 从而导致听力下降。 研究表明,长期处于睡眠不足状态的人群, 其听觉敏感度和听觉反应速度较差, 听力损伤的风险也相应增加。 而且,熬夜的人往往会长时间使用耳机听音乐或者看电影, 这会进一步加剧对听力的损伤。 此外,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害行为, 也可能会对听力产生互联影响。 具体说明如下, 一,长时间暴露在高噪音环境中, 可能会对听力产生损伤, 例如,长期在噪音强烈的工作场所工作, 或者经常在高音量清晶夜等, 都可能对听力造成损伤。 二,净凡使用耳机, 长时间使用耳机听音乐, 可能会对听力造成损伤, 建议使用耳机时要对音量大响, 不要超过安全水平。 五,饮酒, 饮酒会对听觉神经产生毒性影响, 导致听力下降, 去酒也可能导致突发性耳朵。 四,吸烟, 吸烟会影响血液循环和氧气供应, 这可能会对耳朵产生负面影响, 进而影响听力, 为了保护听力, 应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, 避免过度疲劳和应激, 避免暴露在高噪音环境中, 注意合理使用耳机, 并定期接受听力检查。 好的, 本期内容咱们就谈这些, 喜欢请点赞, 转发, 你可以关注高血压的哪些事, 学习更多知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